本土病例是三萬四千四百九十九例 那叫昨天下降一千四百一十五例 本土还在三万例扣掉周一 周末效应出现二字头 本土疫情下降速度变慢 指挥中心给答案 大波数的人到这公共场所或餐厅的人流 开始出现 这个都是会对整个疫情下降 都会造成一些独立的一个部分 会造成独立的 还有别点四别点五威胁日益增大 更首度入侵本土社区 六月十九号 一名妈妈带着两个小孩 从美国返台入境确诊 验出感染BA.5猎进外个案 但舅舅和外婆到机场接送 后续却验出确诊 成了本土BA.5 研判疫情暂时没有再往外扩 全程都有戴口罩 那在这个从桃园回到台中的路上 车窗都是紧闭 因为从桃园到台中这个车程比较长 有可能是在这个车程上面 因为有这个共乘一车的关系 有这个传染的一个情形 入境有百分之二十五旅客 都是亲友接送 处为中心重生 亲友至少打两剂 最好打三剂 上车前收缴行李都要消毒 车内不要饮食 开窗保持通风 行程结束也要内外打消毒 降低传播风险 而重重症和死亡个案也持续增加 新增三例MIS-C个案 最小只有八个月大 最大十二岁 都在六月初确诊 六月底出现相关症状 目前都在住院中 本土疫情趋缓减速 变异株疫情 眼看要加速 放宽和紧缩之间 要找出平衡 进行过灵魂心理必知有什么道